好 防水之后我们来看到股市 最近哪受到太阳花悬运跟反核等社会运动的影响 台股的4月月线小跌57点 礼拜三中场更失手8800点 时候在当天最低 那么专家认为台股短线难出现破底翻走势 那么在还涨回补缺口之后 再形成平台相形整理机会很浓厚 悬果的部分呢 OTC类股值得大家一起留意了 更多关门重点我们带来看今天的就是乐事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